在平常也不过了一条巷弄 却吸引了许多游客拍照 这条位于台北市信义区松人路的巷子 近几年成为国外游客必防的打卡热点 除了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外 充满强烈对比 新旧交融的迷人场景也获得游客喜爱 因为感觉景色的反差比较大 首先101大厦肯定是比较近代的 而且比较矛盾的一个建筑 然后下面这个街区呈现的对比和反差感就比较大 怎么会知道有这条项目 地图上有标 Google地图上面有标 说101观光点拍照点 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很适合女生拍照 对啊 就是你在旅游 你肯定想拍美美的照片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出篇 我是看小红书推荐的 然后我就来这边看一下 实际看的感觉 呃 拍照蛮好取景的 很好取景的 嗯 然后很好看 很好看 对 真的很好拍 对 你呢 你觉得呢 啊 我是跟他吧 他陪我来的 你自己看了以后你觉得这个景色 不错 不错 对 感觉蛮不错的这个场景 好 看来有有风味 有风味 好 OK 好 来台湾必来 一定要来 我觉得有时候你来这边 看一下小巷的环境 比你去101楼下还好 当地山里里里长翁信利说 松仁路253项一楼 因为就在101大楼附近 平日就常有游客在这里拍照 尤其每年跨年101大楼释放烟火 这里更成为拍照热点 自己都曾经成为照片主角 当初也是 就是可能是放烟火 放烟火有些人来这边拍照 取景 那我把这个照片一放上去 感觉不一样很漂亮 很透湿 所以就一直传开来 大家都把这个 当这是一个打卡的景点 那以前可能比较国内 也就是说我们国人比较多 现在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 现在就是很多外国人 也知道这个景点 附近店家也透露 这条巷弄这么哄的原因 可能与2011年一出神剧 我可能不会爱理有关 因为当年剧主 曾到巷口这家造型 火剧特色的居酒屋取景 因此连国内游客也常来造访 因为我们来这边 大概是五年的时间 然后这五年就是发现 尤其是疫情之后 这边的那个观光客就变了很多 然后每个人就是都来拍101 然后据我所知的话是 他们之前就是有 竹春之前有建那个偶像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拍摄 然后可能就会被发现说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新旧的冲突 就是他们是一个就是居酒屋 就是比较旧的 一个比较复古的状况 然后跟后面101 就是新大楼的一个冲突的视觉 虽然临近的巷弄不时会聚集拍照人潮 好在游客都很自制 并没有对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 里长也表示 不会大力宣传 希望顺其自然 因为在台北市每个角落 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魅力 记者张旗腾开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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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